先来有请这一组的 题面嘉宾登场 有请 题面嘉宾 还有BGM 好美 大阵仗了 咱们大阵仗了 这不会让我们分哪个朝代吧 这三个小小姐好漂亮 各位嘉宾老师们好 今天我穿的是 复原款 唐智奇兄如群 唐装 我今天穿的是 宋志圆领袍 我今天穿的是 宋志长被子 我今天穿的是 宋酷 我今天穿的是 明志圆领盲袍 我今天穿的是 明志笔甲 那这道的题面是 根据前期对一百位 汉服爱好者的调查 当穿汉服出门时 他们收到最多的路人评论是什么 跟刚才他们介绍有关系了 我们还记呢 了解一下 我们还记呢 这是唐的 那是名的 那一般人肯定就一见面 哎呦 这个衣服真好看呀 好看的嘞 拍张照 能和你拍张照吗 会更多一点 天爱 这只能是个博家服务 听你的 听你的 来 准备 三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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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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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不在乎对错了 没有人跟我争 我信你的 郭麒麟 我今天就是这样 我也不遮挡 别 我不遮挡 我就这样 不是 你前楼赢过吗 没赢过 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 当穿汉服出门时 他们收到最多的路人评论是什么 来吧 有 是 是 是 三位 三位 二位 郭麒麟 这个衣服真好看 这个百姓真好看 对一百位汉服爱好者的调查结果显示 百分之五十六的人收获最多的评论是对汉服的赞赏 可能早期的时候穿汉服去街上会被饱受一种异样的眼光 说这姑娘怎么穿成这样 但是这样就是让很多人不敢去爱汉服 不敢去穿汉服 那么说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几位汉服爱好者呢 他们身上穿的每一件汉服都是非常精美的 我觉得每一件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工艺品也不为过 汉服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传统服饰 是我们一种文化传承 主于我们中国炎黄子孙的东西